此次展会为期四天,汇催了3900家单位,在这里一展风采。 采购商可以近距离直面试听产品、环保节能产品、太阳能电子组件的发布和展示。 展会更新增小批量采购区、采购模式的转变、网上商店的普及以及产品周期缩短的趋势。 除了传统的国际知名品牌,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崛起,内地企业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队伍。 我现在即将进入到香港球机电子版的中国内地馆。 本次展览共吸引了近300多家内地企业参加。 究竟内地企业如何在本次展览中脱引而出?让我们一起看看。 好,我们知道以前中国产品主打价格优势,那现在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崛起,我们可能在这方面的优势已经丧失了。 请问我们中国企业是怎么去面对这种挑战的? 第一个呢,我觉得像我们公司会做一些技术上的改革,比如说效率更高。 因为东南亚的公司,我们也知道像坚布袋啊,越南啊,他们可能在效率上扑虑中国公司。 那我们也会进一些,比如说那个automachine,这些会把人工给减少下来。 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和电子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地之一, 香港电子展准确掌握不断改变的市场需求, 维持着其首屈一指的环球电子业枢纽优势。 电子目前是香港最大的出口行业, 2011年占香港整体出口的55%, 这也是不少内地企业选择参加香港电子展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你知道就是还有其他地方有这种类似的展规, 那香港它的比其他地方它的优势在哪里? 专业性很强吧, 对我们来说,对我们制造商来说,这是一件好事情。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很专业。 全球经济的放缓,摆在各个商家面前的是危机,更是机遇。 通过提供专业广阔的平台, 此次会展将有望成为一记强新增,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。 陈氏电视,林萌报道。